我妹妹她们在换衣服 我们都在女医室呢 有一个男的 就是直接走到女医室里面 溜达了一圈 小邓介绍19号晚上10点 他购买了三张杭州 冰江海英会汉征时代的 玉姿加自助餐券 总共花了585块钱 准备和朋友一起放松一下 洗完澡之后 大概晚上11点多 他刚换上洗玉中心的衣服 忽然看到一名男子 走进了女更衣室 然后我妹妹她们就是 裹着浴巾过来跟我讲话 跟我讲话呢 然后他们就进去里面了 在里面就脱衣服换衣服 要换衣服 男的是什么时候 进到你们那边 浴巾拿掉换衣服 就这个状态 男的在那边停留了多久 有两分钟吧 他进去然后溜达 溜达当时被我看到了 我就大喊了一声 我说你在这里干嘛 我说是女洗手 女洗澡间 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 我感觉他是想耍流氓呀 小邓说他把情况 反映给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最终 没有找到那名男子 他认为洗玉中心 应该为管理书呼负责 女逼门口 要有人在那里看着 或者是刷那个 反正就是女性 才能进入的那种 我妹妹她们 我们还都是小姑娘呢 你说有没有损失 我妹妹她们说 怎么这样呀 干嘛干嘛的 小邓希望洗玉中心方面 能够进行现金赔偿 工作人员介绍 男女宾客在浴室洗澡更衣后 要经过一个共同的楼梯 到楼上休息或吃自住 那名男子当时是从楼上下来的 之后就走进了女更衣室 他有人在里面绕一圈呢 没有 客人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看到就把他弄出来了 就让客人出来了 大概待了多久 大概待了多久 我们一发现没有待多久 一发现就把他让出来了 警控显示19号晚上11点06分42秒 男子从楼上的休息区下楼 静止走进了女兵更衣室 大概16秒钟之后 这名男子再次出现在了 监控画面中 走向了男更衣室 工作人员说根据他的了解 那名客人可能在自住区域喝了酒 事发后就结账离开了 他们愿意补偿小邓 每人5000块钱消费券 但小邓表示不会再来了 没有接受 现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目前小邓已经报警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233 2 4 4 6 7 7 8 8 8